京东健康6618,她叫救命,Rose来的 她说120元买的,现在怎算好呢? 可以怎样呢? 你说都跌了一半 120元不是近期才买 你持有很久很久的时间 其实我不是故意采用你或者说一些风量话 但这一年,科技行业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相关因素 京东健康我们有说过,是我一种最看淡的股份 原因,你看到京东健康很惨 120元跌下来没了一半 你看看阿里健康 你看看平安好医生 你看看半身股上市医默通那些 线上医疗行业是一个典型的泡沫板块 输一半,这一刻还好 再穿近期的低位,还有差不多接近一千多 接近二千亿市值 你会看到追跌的可能性是十分十分十分之大 所以你没有什么可以做 想就是理性投降 买个教训 为什么当时有120元买? 为什么拿到这一刻才想走? 是不是纯粹之前因为拿个数码 所以不肯走? 还是你真的对这间公司很有信心? 所以你说拿了很久 这些股份到这一刻可以怎么算好? 其实你是要吸取教训 在想为什么持有这么久 为什么是不是对这间公司过分乐观 是不是在无视市场所有风险因素? 这类型投资者 我们有个总括来说 就是你在用一些鸵鸟政策 面对股票市场 很多风险因素出现了 但是你想就是我不理 京东是大集团 你就像鸵鸟似的把头伸进洞 在无视市场的风险因素 现在销到来 跌一半 你就问怎么办 最重要就是 你看股价上面 典型下跌 短线现在又进不了蓝丑 可能有个追跌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百二十多元拿着的话 你还是不肯走 最后房价就是近期的低位 五十元 穿起来你就要理性止损了 你说哪里跌低一定不在哪里起伸 这些医线上的医疗股 我觉得杀股值的压力 其实仍然是十分之大 主要原因就是市值还有一千九百多亿 你说业绩又未出来 所以除非你们对公司很有信心 所以未来京东健康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出业绩 出完业绩之后 当然如果刑警出来 亏损有所收窄的 公司给到一个展望 就是迟早赚到钱 可以令到市场显示 它不会像你健康 平安好医生那样 是不断地烧钱的话 那股价有机会给你弹高一点 可能七十元那些位置走的 但是一出业绩 如果那时候发现 原来都是一模一样的 原来线上医疗板块上面 全部未来一两年都赚不到钱 都要继续烧钱的话 那股价就继续烧下去了 所以这一刻你想要是否持续烧钱 主要是你对公司 对行业的整体看法上面 我向来都是偏淡的 所以我暂时来说 这些位置我只能说 持续烧钱了这么久 你一想想一下 50元只蚀 你会不会不争再 不争再输了10元 你OK的话 你问我的话 我这些位置我一定是建议你走的